又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考虑取消跨性别的法律定义 这条新闻引发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抗议 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来了解详情 爱德华 纽约时报报道说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议 把性别的法律定义定为出生时候判断的性别 据报道该部计划在年底之前把其提交给司法部 有人担心美国的大约100万到150万跨性别的人口 会因此失去一切有关的法律保护 今天LGBT人权组织人权运动 Human Rights Campaign 开办了一个记者会反驳这么一个主动 我们来听听全国妇女法律中心的主任 Fatima Goesgraves的看法 特兰普政府也许认为可以重写规则 把跨性别从法律范围内分离出去 但的确无法抹掉跨性别者 他们不会被抹杀了 我们谁都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不少人感觉到公民权利受到攻击 周二晚上有几百人在纽约执行抗议 并且星期一也有人在白宫前面示威 我们来听听民权与人权组织领导人大会的公关主任 深井上深井上的看法 跨性别权利是公民权利 跨性别权利是人类权利 每一个人都要有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忠诚的权利 忽略或违法化一个人的真实 是贬低和否认他们的人性 这就伤害了我们所有人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提议 试图在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 有性别歧视行为的美国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理 添加一个性别的法律定义 据报道通过一年多讨论的提议说 性别是根据无法改变生物特征的身份 并且把出生证上的性别作为一个人的性别的断然证据 我们来听申请上的这么一个评论 这个令人深感不安的提议来自特朗普彭斯政府 这种提议简直是违反医疗社群 科学民权法 法院他也剥夺了跨性别群体的人类基本尊严 并把他们抹杀 除了记者会和抗议活动之外 许多民权组织和视角媒体也有表示反对的声音 包括2016年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和参议员 吉利布兰德 白宫和美国卫生部就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不过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表示 他们遵守一位联邦法官关于阿宝马医保法理性别身份保护的裁决 美国近年来发生了不少关于性别身份的争议 包括北卡罗兰娜周2016年通过要求跨性别者 按照出生性别使用卫生件的法案 特朗普总统去年曾在推特上宣布他想禁止跨性别者服务 但在今年的1月份 一名联邦法官裁决美军必须接受跨性别者的行兵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感谢爱德华为我们带来的前场报道 好的